还有的他对这个环境 还没有很适应的 是是是 凶巴巴的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当我们在模仿这些人的时候 在模仿人 模仿猫 其实最大的困难点 觉得有没有他们自己这些演员 有没有谈过他们的心情 他们大概最困难的部分 因为猫的肢体动作是360度 而且好丰富 对 那么我们人很多的部分 是没有办法能够去模仿到那个程度 这是他们觉得很遗憾的地方 但是这次我们怎么样 透过一些这个剧情的设计 让人知道说我们要爱护猫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桥段 可以先透露一下 桥段就是说我们会有设计 一只猫进入一个家庭里以后 原来他是被受宠爱的 对 结果有一天他已经走私了 那他会在路上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那他很想回家 是 可是他还没有办法走太远了 回不了自己的家 所以他只好继续在流浪流浪 那这个过程里就是说 他比方说他当初主人没有给他植入芯片 什么的 那就算有三星人士把他们捡到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 所以他最后呢 他是会透过一些 其他的爱心人士的饲养以后 也许就是在菜市场 或是哪个地方 忽然碰到了原来的主人 让这样子一个大结局是十大欢喜的 那也在这过程流浪的过程里 让大家知道你把动物遗弃出去的 他必须要忍受多少的苦难 你还忍心把他们遗弃吗 是要启发这样子人类的一个爱心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演员 那我们是人 我们要去演猫 然后猫因为不会说话 他的心声呢 我们帮他代言 我们帮他代言 所以这次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9月15 9月19 9月19 我们会看到他们的首演 然后几点钟呢 下午3点 下午3点钟 然后大家要赶快提早进场 因为要做一个最好的位置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重点是我们欢迎很多的 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带小朋友来 对 真的 那当然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理事长 就是我们执行长一直希望说 看看是不是很多的朋友 其实喜欢猫 喜欢任何的动物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任养的方式 来取代购买 是的 没错 因为有太多可爱的一些猫咪 它们可能真的在外面流浪很久了 因为其实要养猫养动物 我们动服会在台北捷运站地下街 台北新世界购物广场 我们有一个叫爱心小站 你可以到那里去挑选 你喜欢的动物带回家 好 我们是免费的 你看有教育你才带回去 对 但是带来就不可以 不可以退货 不可以退货 不可以党 不可以党 然后他说如果你真的要退货 OK你退回来给我 我还收 是的 但是真的不要给它乱丢 好不好 对 好 我想Sandy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的部分 其实以美术馆的一个角色 我们为什么会以这个猫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公益性质的展览 其实这个源自于美术馆本身创立的宗旨 因为我们是在九二一地震那一年成立的 那我们的赖馆长希望说以这个回馈社会 用很多的这个艺术啦 教育推广来回馈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坦白讲对于可能一个私人的盈利单位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我们希望说也最近也有刚刚也有这个八八风灾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提倡 提倡然后号召各位爱护生命 不管是人的生命或者是动物的生命 是 都一样都是很重要 我们都要爱护他们 好那当然这次呢其实我们也很期待就是美术馆已经六岁了 我觉得每一年每一年都有新的感受 然后有更多更多的力量的参与 那当然今年来讲也有新的动画 去年这个动画来讲 做出来就已经很震撼人心了 对不对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点子呢 今年的话 今年的动画会带入很多这个猫咪由台湾 因为台湾这块美丽的宝岛 那我们会除了说猫咪的动画 在我们会结合国内很多知名的艺术家 摄影家他们所拍的风景 包含几位名导演 名公开摄影家的影像所结合 是 然后他们会去游台湾 游台湾 对 那咧 游南到北朝套套了 对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认为大家有机会先读为快 那这次其实每一次的动画呢 除了让大家印象深刻之外 真的在逗趣的画面里头 还有让大家更知道 你除了可以爱猫 你可以爱台湾 爱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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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台湾其实有各地 那他们去了哪些地方 有没有让他们印象深刻的 他们有去过相当多的地方 包含像日月潭啊 阿里山啊 花莲啊 就是凡是这个台湾 有很多比较知名的景点 景点 然后当然也会带出一些 就是刚好在很多 是 风灾前这么美丽的台湾 然后可能在猫里面 他们去逛到就是风灾后 有些地质的变化 会有些感伤 好 我们最后就一起来欣赏这个动画 好不好 当然也谢谢今天这么棒的专业演员 也预祝你们呢 在这次的演出顺利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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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会 拜拜 我们来看动画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